迪达客服给我讲 就是说你被封禁了 他给我讲 他说因为你身体原因 他没有给我讲具体什么原因 现在我驾驶证 我的资格证 我正常营运出租车 又开了好几年来 那也没什么事啊 你从哪里取到得到 说我身体原因不能开车 再过来讲 你封我的那个迪达软件 你为什么没有通知我 张师傅说 2022年4月 他最后一次用滴达结单 什么时候被封号 他不知道 最近他想继续跑滴达 才发现被封号了 你讲话是不是有一个 不良的病史呢先生 比如说心脏病啊 或者癫痫这一块啊 有这个情况 没有啊 没这个情况他说 张师傅表示 自己在杭州开了近20年出租车 可以说是一名老司机了 身体没什么问题 自己也没给平台提交过健康资料 账号也没被投诉 无缘无故被你被人两年 本来自己没事啊 我驾证长期的 我资格证还在有效期的 每天开十多个小时呢 就是有点腰痛 驾驶证 驾驶证 还有策略机器 我们都可以核实到 这个可以核实到健康信息是吧 对 我们可以核实到 现在会马上把这个情况 交给咱们认识处理了 我被你诅咒两年 我有病 我心里很窝火 最起码你先给我道歉 晚些时候 张师傅反馈 平台方面联系了他 说是乌龙 让他再提交驾驶证等材料审核 188黄剑眼记者报道